电影《万里归途》是一部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电影 由饶小智指导、张义、王俊凯、樱桃领衔主演 讲述的是奴米亚共和国爆发战乱期间 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张义是与外交部新人成郎王俊凯是主动放弃回家机会 支援撤侨行动的感人故事 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战争带来的危机四伏 也能感受到战争造成的惨状 电影通过一个个细节 真实地还原了战乱国家中人们的生活状况 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可贵 除此之外 《万里归途》更表达了对祖国强大实力的赞美 外交官宗大伟和成郎用实际行动为国家分忧 他们的故事让人感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是多么重要 在角色塑造上 宗大伟和成郎的形象鲜明 宗大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外交官 他的工作经验丰富 处世果敢 同时也有着同情心和执行力 而成郎则是年轻热血的新人 虽然缺乏经验 但他的热情和勇气也让人感动 总的来说 《万里归途》是一部展现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它不仅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消亡 更呈现了祖国的强大实力 这部电影的情节紧张 人物形象鲜明 制作精良 值得一看